澳大利亚这次玩大了 仗着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和一个不靠谱的好大哥 竟敢对中国做出如此疯狂的事情 不过澳大利亚这次算是惹错人了 对于他们的挑衅 中国的做法简直太仰我国威了 毫不留情地将澳大利亚的33艘满载的天然气船拒之门外 导致澳大利亚几十艘天然气船一直在海上飘荡着 预计澳大利亚将损失高达上千亿 小袋鼠这回哭都没地方哭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矿产资源丰富 全球是多个国家都会向他们进口液化天然气 当然也包括我国 可能是觉得自己太受宠 居然开始猖狂起来 不止一次地对我国做出许多迷惑行为 而这次更是变本加厉 俗话说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 我国终于进行了狠狠的回击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澳大利亚到底做了什么 导致我国拒收他们的天然气呢 本期视频就让小哥带大家揭开 我国拒绝澳大利亚背后的真相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给我点个关注 您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 要说澳大利亚这个国家 可以说打小就赢在了起跑线 它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 四面被大海环绕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独占一个大陆的国家 它们仅次于我国拥有77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 不仅如此 它们还是南半球最发达的国家 经济水平也相当卓越 是曾经我们很多国人向往的美好国度 那里除了各式各样的物种之外 还拥有着高达70多种丰富的矿产资源 尤其是世界各国疯抢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 光是天然气这一项大约就有392万亿立方英尺 居于亚太首位 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因此澳大利亚也有了一个非常得瑟的称号 就是坐在矿车上数钱的国家 光靠这些资源在国际上就赚得盆满锅满 尤其是天然气 澳大利亚的天然气是多个国家急需的 近些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 我国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尤其是天然气 毕竟涉及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特别是在冬天 我国对天然气的需求量更是会持续暴涨 这也导致了我国不断加大了天然气的进口 在2018年的时候 我国就超过了小日本 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 2019年 澳大利亚共出口7750万吨液化天然气 出口销售额也达到了历史新高 490亿澳元 而且我国有46%的天然气 都是跟澳大利亚进口的 这轻轻松松几百亿到手 可见中国的贡献有多大 谁知澳大利亚却在这时露出了本性 傍上了老美这位人见人爱的好大哥 一下子开始膨胀起来 天真的以为 中国已经离不开他们的天然气 如果他们不出口给我们 那我们就会无器可用 甚至觉得他们随随便便就能卡中国的脖子 于是开始了一系列的迷惑行为 当初这么做 可能只是想借助自己丰富的天然气资源 狠狠赚上一笔 可是跟着他的好大哥哪能学什么好啊 不断变本加厉 甚至疯狂的发表一些毫无根据的言论来诋毁我国 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 我国对此也格外的重视 迅速的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并且在这期间 咱们也秉承着人道主义的理念 也帮助了许多国家度过了疫情的危机 比如提供物资 给予经验 派专家前往国外支援 这也在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澳大利亚也受到了我们的扶持 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在这样严峻的时刻 等来的并不是美国老大哥的鼎力相助 反而是来自中国的慷慨解囊 大量紧缺的物资从上海运往澳大利亚 其中包括呼吸机 护目镜 防护服 口罩等医用资源 据报道 这是中国向澳方慈善机构捐赠的 第一批医疗物资 价值1.6亿澳元 要知道 这些东西对于我国来说 也是至关重要的 甚至都算不上充裕 可即便如此 我国也向他国伸出援助之手 再看看老美那样 总是在关键时刻就掉链子 是真掉还是假掉 也只有他们心里知道 再说了 老美国内的疫情都满天飞了 哪还有空管自己的小弟呢 在这个时候 只有中国向他们伸来了援助之手 给他们送去了很多的救援物资 据大概统计 来来回回就给澳大利亚送去了三趟物资 这次的援助 大大缓解了澳大利亚由于疫情带来的危机 当时的澳大利亚是感动的 两眼泛着泪光 还拍着胸脯表示 会一辈子记得中国对他们的帮助 在未来一定会加以回报 但是澳大利亚也没想到 打脸来的就是这么快 当时被疫情困扰的澳大利亚 不止一次赠老美求助 而美方也确实承诺要给予澳援助 但是虚情假意是老美最擅长的事 他嘴上说着帮助帮助 转身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澳大利亚等到花儿都谢了 都没等到自己大哥的身影 其实那时候 很多国家都已经看清了老美的嘴脸 纷纷计划着如何摆脱老美 而这时候澳大利亚却表现得格外忠心 简直把大哥虐我千百遍 我带大哥如初恋 这套说法展现得淋漓尽致 大家都知道 我国是第一个爆发疫情的国家 后来外国才陆续出现病例 而就在我们全国团结一致 共同抗疫的时候 美国冷眼旁观就算了 竟然还开始污蔑我们 把这件事不断放大 还在世界范围内宣称 这次全球疫情的灾难是中国的责任 这句话简直是可笑至极 更令人瞳目结舌的是 他们还大言不惭的要求我国赔偿损失 这套毫无根据的说辞 简直是离谱到外星求去 众所周知 老美是最怕中国变得强大 而中国的发展却在一步一步偏离它的掌控 政筹怎么制裁我们呢 机会就来了 借着疫情把脏水直接泼向中国 很多国家心里都不相信 但是没想到澳大利亚不仅信了 还和老美站在一起诋毁我们 这就有些过分了 刚收了咱们的好处 现在又转身咬我们一口 此时的澳方已经忘记了 我国曾向他们提供过大量的支援 更是把会祭祀中国的恩情这句话抛之脑后 一般来说国家与人一样 得到过对方的帮助 也会在其他方面加以回报 但事实证明也有例外 最令人气愤的就是 这俩还勾搭在一起研究方案 想要在军事上对我国进行压迫 澳大利亚这人前一套 背后一套的做法 还真是令人作傲一样 对于这种颠倒黑白的做法 我国终于决定不再忍让了 直接宣布终止与澳大利亚的天然气合作 于是来自澳大利亚33艘的天然气船 隔天就被我国拒之门外 这操作让澳大利亚是真的慌了 要知道该国的富裕生活 大部分都来源于出口我国 澳赶紧找自己的好大哥诉苦 结果好大哥再一次抛弃了他 我国把澳大利亚33艘天然气船拒之门外 导致澳大利亚损失巨大 不过都这个时候了 澳大利亚还天真的以为 如果我国少了他们的天然气供应 就没有其他国家会愿意出口天然气给中国了 到时候咱们就会急得团团转 最后还是会倒回去找他们回购 他们这是自信过了头 已经不知道中国有多强大了 就在我国拒绝和澳大利亚合作天然气的第一时间 就联系了我们的另外一个合作伙伴 俄罗斯 大家都知道 中俄一直都保持着友好的贸易关系 而俄罗斯本土的天然气也不少 算得上是一个天然气大国了 在各国天然气出口量骤减的时候 俄罗斯在这方面却做得风生水起 他们不仅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 还是世界上天然气管道最长 出口量最多的国家 在前期 中俄合作的亚瓦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三条生产线 在2018年就已经全部建设完成 从2019年开始 每年对我国输送接近40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 但是这条管道是满足不了两国之间的合作的 所以在接下来 中国和俄罗斯还打算建立一条新的天然气管道 就是西伯利亚力量的二号管道 同时蒙古也会加入其中 这条管道的输送能力完全超越了前者 一旦建成 那么俄罗斯就可以每年向中国输送 接近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这也就意味着 澳大利亚躺着就数人民币的日子 已经不复存在 而且从我国拒收澳大利亚33艘天然气船后 我国也从未想过要倒回去 继续和澳大利亚合作 我国的这一举动 让还在天上飘着的澳大利亚 瞬间摔得找不着北 这做法对澳大利亚来说 无疑是致命伤 但对于视频前的大家 简直是太解气了 而他们因此而亏损的钱 估计自己都算不清楚 本来还想让自己的好大哥帮忙 接下来那批被我国拒收的天然气 但老美顺便变成了一个睁眼虾 瞧都不带瞧他小弟一眼的 等到需要他的时候 是有多远就会跑多远 这叫坑你没商量 而且澳大利亚这种 明明有好生意摆在眼前 但是偏偏跟着老美 一起针对我们的做法 实属不可取 因为最后吃亏的只有自己 现在好了 这么大好的市场 被自己拱手让人 只能说自己种下的果 再苦也得自己吃 像这种国家 我们自然也不会对他们太客气 我们国家很明智 会选择有诚信 有担当的国家进行合作 就像俄罗斯那样的 就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也相信两国在所有的合作中 都能稳定推进 也将会在合作中 不断的取得新的进展 新的成果 再次祝愿我们的祖国 本能昌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你们对澳大利亚这种国家 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长按点赞三秒 支持一下哦 感谢你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